一线通平安中新一代平安手机 新推出守护平安服务 到底是怎样帮到长者呢 当平安手机电量少于20% 中心职员会提醒长者充电 如果长者超过一天没用过电话 而定位侦测到长者没有明显移动过 中心职员会主动联络她 平安手机有紧急通话功能 当手机三次没人接听 手机会立即启动功能 中心职员说家人可以直接跟长者对话 拓保知道长者状况 Hello 伯伯 一线通平安中林姑娘打给你的 你见得怎么样 林姑娘 我没事 我好好啊 那就好了 万一都找不到长者 职员就会紧急联络家人 此外还有其他方便长者的功能 新一代平安手机 守护长者平安 令家人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